在廟方人員的主持之下 多位議員及來賓 來向城府將軍祭葡都宮 祈求地方風調雨順 草屯南埔將軍廟 日前盛大舉辦一年一度的葡都儀式 湧經眾多信徒及地方人士 在新台中大家都可以合警平安 我們貴落這裡 大家可以享受平安 國關區的葡都宮 非常多 葡都宮是非常老的 我看國經民來廟 尤其地方 將近葡都宮有七百五十八度 這葡都宮是非常成長的 南埔將軍廟已經有相當多年的歷史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每年的普渡儀式都成為地方焦點 尤其漸漸交世的宗教傳統 廟方堅持保留 讓議員是相當的肯定 我們超頓人對這個友好 對這個傳承 對這個伯母 這個社會 大家都很遵守過期 老大人老來的好的民宿習慣 所以老大人說 我們這好的習慣 可以說 應應我們來團下去 阿伯你這個中原普渡 我最大的原因 在後要來 照顧到我們的 這個地方時 可以來 豪有到地方所有的佩生 我們這裡可以讓大家 安基六項 也當時 也是一種 提供我們這個宗教文化 這個真有意義的這個活動 今年廟方特別在廣場 擺設758桌貢品 場面相當盛大 典禮更是依照傳統古禮 朗誦詩巾 可以說是相當的有意義 民營新聞這麼詳 草屯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